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赢朋友女儿打麻将 近日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三方儿子何尤其被曝出轨 但是2020年7月25日事情有了反转 我们一起来看看 原来何尤其和妻子齐娇数月前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 他只不过是有了新花而已 不是出轨 何尤其和齐娇双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官宣离婚 两个人的声明发出后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何尤其变心了 怒斥何尤其 而齐娇在留言区立正何尤其的人平好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孩子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 何尤其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去攻击任何一方 世界很美好 时光很短暂 我们要珍惜当下每一刻的瞬间 不要去迁就委屈自己 过好每一天充满正能量 这就说明齐娇和何尤其是和平离婚 谁都没有出轨 但是齐娇提了一句 不要去迁就委屈自己 说明他嫁入豪门以后过得并不如意 或许和何尤其的妈妈 陈婉真婆媳不合 离婚后齐娇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娘家上海 何尤其还特意去机场送了他们母女三人 抵达上海后齐娇发朋友圈 我真的是太难太累了 我肿胀的眼睛 照片中齐娇一个人抱着两个女儿看着相当辛苦 出了长时间的航程 齐娇母女抵达之后 还被安排去到隔离酒店进行核酸检测 并等待检测报告 从香港来内地确实需要隔离14天的 所以何尤其要再想见到两个女儿估计很难了 齐娇不会再回香港了 何尤其也不会频繁来内地 虽然齐娇生了两个女儿 但也是何家的股佣 难道陈婉真不想念两个孙女吗 齐娇在香港做惯了豪门儿媳 家里庸人无数 来到上海的齐娇住在隔离酒店 一人需要带两个孩子肯定会特别累 齐娇和何尤其离婚后 何尤其很快就找到了新欢Alice 只有20岁 还在上大学 Alice觉得中思家不好听 让父母改名叫中雅婷 Alice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家庭条件很一般 Alice在学校读书成绩很一般 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不去上学 而学校老师打电话通知家长 父母都拿她没有办法 不过Alice上学期间 却找到了赚外快的办法 当女模特接私拍 因为她长得不错 而且上场摆pose 所以大受欢迎 赚了不少钱买名牌包包 奢侈品很虚荣 没想到Alice居然搭上了何尤其 从此享尽荣华富贵 据悉Alice读书的时候 换男朋友速度很快 经常去泡酒吧 认识有钱的公子哥 父母彻责教育Alice 她还离家出走 性格非常叛逆 依能静可以说 是一个标准的矛盾综合体 在她的身上 你会看到很多想要吐槽的点 但同时她的性格 又会让人觉得 这一切都是合理的 并且慢慢地看她也顺眼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不少网友也觉得 依能静就是有这样 让人介于黑与红之间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吐槽她 说到她身上的槽点在浪解 最令人受不了的 应该就是喜欢说教了吧 不论是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依能静这里 都可以转化为 一世人生鸡汤 并且给其他姐姐们灌输 她的思想与观念 在节目中 张寒韵在荷兰云洗水果时 无意间就Q到自己三公 个人赛的拉票宣言 张寒韵说曾经有一个人 黑锅自己只会酸酸甜甜 这立马就激发了 依能静的说教技能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 依能静的人生鸡汤 把这件事呢提升了好几个维度 甚至上升到了 让张寒韵不要为一个人说话 要为自己说话的高度上 自此依能静的画夹子就打开了 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清零鸡汤 直到张寒韵和兰云洗完水果 回到餐桌后 依能静依然没有收住的意思 张寒韵只好叫住依能静 让她坐下先吃东西 依能静这回终于听了一次话 乖乖坐下了 随后张寒韵说的话 虽然是在安慰依能静训练太累了 其实也能看出来 这时张寒韵话里 还是有点不耐烦的意思 想让依能静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 不过依能静岂非凡人 哪里是张寒韵这样一句 暗示就能收得住的人 坐下后立马又开始了她的说教 不过注意看这里 节目后期虽然模糊了张寒韵的手机 但也能很清楚地看到 这时当依能静说话的时候 张寒韵已经没有看她了 在埋头玩手机 虽然说依能静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 她在这群姐姐团中 年纪也是最大的 很多时候看到这群姐姐 一能静自己也说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姐姐们遇到困惑的时候 一能静说的话就难免有点多了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黄磊家的三个孩子当中 最出名的是今年已经14岁的大女儿多多 另外两个孩子年龄相对较小 所以很少曝光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看 7月30日黄磊罕见晒出了小女儿多妹的一段唱歌视频 还配闻妹妹的永叹调 忍住不要笑 只要点开视频呢 就会发现黄磊所言非虚 才6岁的多妹坐在钢琴前面 像模像样的边弹边唱着意大利经典歌曲永叹调 美声唱腔高昂 中气十足 肺活量十分惊人 不过她唱歌时故作严肃的样子 不过她唱歌时故作严肃的样子 却令人捧腹 不少网友看完这段视频 都被多妹的可爱模样逗笑了 还有人在线提问 妹妹人过于机灵古怪了 是遗传了爸爸的基因吗 从视频中的短暂露面也不难看出 6岁的多妹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 五官比以往更标志了几分 简直就是黄磊的缩小版 和姐姐多多正是一个像爸爸 一个像妈妈 虽然多妹年纪还小 不过从视频中看得出 钢琴已经弹得有模有样了 前不久 妈妈孙丽也曾晒出过 两个女儿四手连弹的视频 多多身穿蓝白条纹衬衫 多妹身穿红白连衣裙 两人默契的四手连弹 异曲结束还对镜头甜笑 那画面简直太美好了 与文艺气息浓厚的姐姐多多相比 多妹身上似乎更多了几分皎洁的古灵精怪 每次她出现在镜头前 表情都十分搞笑可爱 无论是眼神和动作 都非常的有看点 就连吃冰淇淋都能吃出表情包来 一看就是非常有表演天赋 多妹天马行空的一面 同样体现在她的画作当中 此前黄磊曾晒出过三个宝贝 为妈妈孙丽庆生画的三幅画 其中呢多妹的画风完全就跟她的性格一模一样 完全是古灵精怪的风格 她在白纸上画了个生日时 下面画了两个小女孩 小女孩在说着妈妈生日快乐 三年纪小画功并不十分细致 不过看得出多妹很有想法 从之前曝光的照片中也不难看出 多多与多妹感情极好 多多不但为妹妹制作小玩具 还用英文给妹妹写小作文 两人呢经常玩在一起互动十分亲密 一看就是彼此最好的陪伴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的 黄磊的几个孩子都渐渐长大了 祝福他们一家五口 能一直甜蜜幸福下去 一向成为严肃的黄磊老师 她的女儿黄多多小小年纪就染发 打耳洞穿比较前卫的服装 不过每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都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怨云鹏的女儿 小月月其实也是很会教育女儿们的 怨云鹏的妻子郑敏经常分享女儿的日常 我们一起来看看 照片里是怨云鹏的大女儿 怨磊在一张麻将桌前 看起来有模有样的在打麻将 而同一个桌子上的其他人 看起来像是怨云鹏的几个姐姐 不过也引起了争议 不少人表示孩子这么小就会打麻将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怨云鹏的女儿才上小学 早早的接触麻将这个东西 会不会耽误学业呢 明星的子女这两年出丑闻的可不少 所以大家呢才会对怨云鹏女儿 小小年纪打麻将的做法不理解 大家觉得不应该让孩子接触这些东西 不过郑敏也回应了大家的质疑 郑敏说气质女儿都已经赢了好几次了 但是她不知道自己赢了 郑敏的这句话算是让网友们笑喷了 也算是揭开了真相 原来怨云鹏的女儿怨鹏 根本就不会打麻将 就是装作自己会玩的样子 即使小怨云虽然以前发展不好 但对孩子们的教育却从来不会松切 怨云鹏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全方面发展 甚至还邀请了国家级的小提琴大师 教自己的女儿学小提琴 怨云鹏在网络上为自己的女儿请家教的时候 也被大家惊惊乐道 在她还没有特别有钱的时候 就把女儿送到了很多明星子女 就读的学校 虽然怨云鹏是农村出来的 但是对待自己的女儿非常的开明 自己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染手指甲 有小怨云这样的爸爸一定是幸福的 女儿们平时也很爱玩 小怨云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玩 好了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